知不知道2月14日是什麼日子呢? 成什麼日子啊? 不關你事啊 好了,開估了 其實是FUJI XT30發布的日子 它現在就在我手上了 搶先跟大家開箱 想不到這次終於可以開到一部 和我手型差不多這麼小的機器 有機身,然後配件有兩腳和三腳的插座 插電線,相機帶 它是沒有一個獨立的插兜 如果要插電的時候,就一定要用線去插 不要另外插兩腳 我手上這部銀黑其實都挺帥 特別得來都不失它的文青味 XT30跟上一代XT20隔了兩年才出 當時XT20就被人說是XT2的縮小輕量版 不知道XT30會不會有XT3的影子呢? 像素和感光元件都跟XT3一樣 但是4K影片還未升到60張 至於連拍速度,用電子範門加剪載 最高可以到30張 而機械範門就只有8張 正面看,其實它跟XT20是非常相似 因為前面也有一個轉對焦模式的按鈕 而上面也有三個模式的轉盤 前後再有一個轉輪 如果想看分別的位置就要看後面 之前這個位置就是上下左右的按鈕 現在就轉了做一個按鈕 其他按鈕都會保持 只是收拾了少許位置 轉了按鈕之後就可以超方便地轉焦點 它還有一個內置的閃光燈 按鈕,Touch螢幕和圓形的EVF 都是跟XT20好似的 但是兩軸螢幕都沒有向外反 只是可以向上、向下 而且它都是沒有獨立的拍片鍵 我現在拿上手按了一會兒 我覺得它的按鈕都沒有XT3那麼好按 雖然它夠輕,但其實我自己也覺得太輕手 如果你手大的話,建議你加上皮套 就應該會好手按一點 沒有那麼容易脫手了 今天就拿著上手給大家看看 如果想看更多詳細的評測和看相片 記得留意DCFIFA的網頁 Bye Bye 走音 Bye Bye 如果想看得近 這次就拿上手給大家看看 如果想看更多的詳細